恭喜女郎队伍的三分牛人争给力 姚明的新计划终于得到了回报 许立明他的奥运冠军的梦想 很快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跟有可能实现 那么女郎队伍现在来看 真的当生出了一名女榜的姚明 现在又当生出了一名三分的神射手 两名超级主力 很可能会帮助女郎成功获得世界冠军 为什么这么说 那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纽 感谢大家 咱们共同跟大家所分析到的第一位 他就是三分神射手的牛人 然后再来聊到第二位 也就是身高2米26的 年仅14岁的天才内线 他就是张子宇 首先咱们要了解到的第一位 那么其中呢 在国内的女郎联赛 有一名超级出色的选手 他就是张静一 他能够在当场的比赛当中 轰出16G三分球 大家不妨试想一下 16G三分球到底什么概念 你能够在一场比赛当中 轰出16个三分球 你说能够打进10个三分球 都已经很出色了 平时在训练当中 在几十分钟的训练当中 你能够投入到这么多个三分球 那都是相当不错的 命中率的 更何况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比赛过程是有人防守的 并且呢 咱们国内的女郎联赛 比赛的对抗强度还是不弱的 还是相对抓的比较紧的 也就是呢 双方的一个防守的强度是比较大的 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能够保持这么高水准的 投篮命中率 这就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23岁的张静一 他具备三分球的天赋 他下足了功夫 他能够在三分球完全打出来 说明了他在三分球方面 具备这个天赋 跟培训到位的 训练到位的 最终才爆发了出来 所以说嘛 张静一现在崛起了 那么可以帮助咱们女郎对我增加一名 三分的后卫线 外线的一个炮台了 那么咱们女郎呢 许立明啊 他在带队去参加国际大赛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派上张静一了呢 派上张静一 让他站到外线的三分球 也就是啊 当咱们在内线攻不进去的时候 可以把球传给张静一 他直接来个三分命中 得分 可以说呢 三分球 那真的是 把这个机会跟权力交给张静一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还有一名 身高2米26的张子宇 张子宇他在球场上啊 可以说呢 年仅14岁的年龄 就长到了这么高 被称之为女榜的姚明 他的当场得分数据呢 可以去到42分以上的 因为他的狼榜球呢 基本上包狼了 这么高的身材 那么对比起姚明在以往的比赛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嘛 女子狼球的比赛当中 跟姚明一样高的女巨人 那么你在球场上 无论说防守的方面 你去抢狼榜球也好 还有咱们在进攻方面呢 你拿到的进攻狼榜球也好 都是很稳的 另外你可以轻松的 报扣对方的选手 是不是就能够展现出极大的士气 以及提升咱们的得分能力 很明显了嘛 那么这背后要感谢学 其中不仅要感谢徐立民 而且还要感谢姚明 因为咱们就了解到 姚明他针对年轻选手的培养 是提出了很多扶持的一个计划的 包括给到了很重要的资源 跟资金方面的扶持 给年轻选手 一旦发现哪名选手有潜力 就把他给培养起来 现在的三分神社所 三分牛人张静怡 以及女版的姚明 张子宇 两人潜力非常的巨大 姚明跟徐立民 一定要重用去培养他们 把他们发展成为 女郎未来比赛当中的核心主力 咱们女郎未来的比赛 三年之后的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 就很有可能会赌冠军了 我个人比较刚好 女郎的这两名天才 大家是否支持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那最后呢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